好,第五点,集合框架MAP的一个输出 这个地方,MAP的输出 在MAP的输出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itlator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这个collection的时候 也是用itlator进行输出的,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tlator进行输出的时候 怎么进行输出啊 打开,我们把这个呢 这个地方要先注释一下,对吧 嗯,OK 好,我们在这呢,再新建一个类 叫做MAP迭代,对吧 itlator MAP的itlator MAP的itlator里面呢,它同样可以用这么几种方法 几种方法去进行输出 它是两个值,所以它迭代的时候呢,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不太一样,所以呢,你看 public standic void 这叫itlator 首先我们先来一个itlator 这种迭代方法 迭代的时候呢,你可以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 哈希MAP吧 都一样的啊 我们用这个sgin跟这个cat 来进行这个存储 好吧,MAP 然后呢,这边另一个哈希 这个MAP 哈希MAP,这个是sgin 然后跟这个cat OK,都习惯性都写上啊 不写可以,是吧 map.put 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是叫jack 这是猫,是吧 然后我们另一个呢,cat 什么呢 这个叫jack 然后呢,里面是年龄 是吧 年龄,OK 我们再复制以行 来三个吧,比如说这个是 叫 咪咪,是吧 咪咪 然后呢,就是咪咪是多少 三岁 嗯,再来一个叫 咪咪,还有叫什么 叫喵喵 喵喵 小时候也想不出来了 喵喵 喵喵呢,比如说是 五岁,OK 三个,现在我们要去进行 便利 便利它,好 首先便利的话,你要按照什么来便利 通常我们就用key去便利 因为它取值的时候,必须通过key去取值 所以我便利的时候就便利key 怎么便利 你可以把key set,看到没有 把key转化为set 这是最常用的便利方式 还可以呢 还可以呢,这个把key变成什么呢 把entity对象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原代码里面 Hashimap内部就使用这个什么 entity这个对象,是吧 entity对象,你可以呢,变成entity 然后里面再下去写 当然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麻烦一些 是吧,是不太强用 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调用values 是吧,values就直接把这个值 装到哪里了,装在一个collection里面 装在collection里面 然后再便利collection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得不到key,是吧 那通常我们的做法可能是,直接就拿这个 便利这个key,知道吧 叫key set 要用key set 那么就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set 是不是 返回一个set,就变成key了 所以key就装在这里面了 然后你再便利它 不就是跟我们之前那个便利方式一样呢 嗯,是不是 便利方式一样怎么便利啊 那么再通过key s 不是keys啊 keys 然后呢,调用它的itlater itlater 方法 把这个拿过来 叫itlater 得到itlater 然后再 在这里,在itlater.hashi next 跟我们前面的判断是一样的 啊,这个做法是一样的了 然后呢,itlater.next 就能得到你的什么 得到你的这个,是不是得到一个key啊 嗯,就把key拿出来 好,有了key,你不是上面有map吗 你就get这个key 会完了,是吧 你就get key,那么就返回什么呀 返回这个你的这个cat 是吧 哎,就把这个cat了 那你要输出的话呢 那就直接输出这个key 加上杠杠 然后加上cat 就把key跟cat一一对应的进行输出 哎,就这么来进行这个 迭代 明白了吧 这样的迭代 好 这种迭代方法呢 可能是我们这个 你看 喵喵 咪咪 Jack 是吧 这种方式可能是我们用的比较 普遍的一种便利方法 ok 比较方便的一种便利方式 一种便利方式 好 就是通过key 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 一个便利啊 通过进行便利 嗯,那么这种方法呢 我们还 还可以通过什么方法的便利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可以把value都拿出来 是吧 都拿出来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map 哈希Map 就是你直接取 你知道key 然后直接去取 是吧 直接把那个值get出来 就是不用便利 不用便利 他就 当然也要便利啊 就是可能这个 这个数组里边的那个链表 里面的值是需要便利的 是吧 但是输入会很快 因为他数量可能会比较少 是吧 数量比较少 所以提高大大提高这个这个这个性能啊 这个性能 这个性能 好 这是我们这个用ectliter的方式呢 来进行这个输出啊 进行输出 嗯 这是 这样一个输出的这个方式啊 输出的方式啊 输出的方式 这是key side entry side value 三种方式 我们通常用这个就搞定了啊 好 嗯 最后这个第六个 哈西code collections 我们先看这个哈西code啊 哈西code 前面我们再讲哈 这个哈西site 的时候 也给大家提过这个哈西code 是吧 一直在提 哈西code呢 对它的用法 它的用法啊 它的就是用在哈西表里面用的 比如说site里面用的哈西表 呃哈西map里面用的哈西表 还有什么哈西table里面用的哈西表 是吧 其他没有用哈西表的东西 这个方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没有用的 只有在哈西表里面这个方法才有用 OK 它是给它这么来用的 所以这个方法你看 它定义的是一个本地法 叫做negative 就是本地方法 本地方法如果是不重写的情况下 不重写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调用本地方法 本地方法呢 通常情况下呢 你看啊 是它的实现呢 跟本地机器相关 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在自己写类的时候 去覆盖的方法 比如说这些都覆盖过了 是吧 嗯 覆盖过了 本地机器有关 它就获取一个这个整数 至于怎么获取呢 可能根据时间戳啊 还有这个你的机器 这个这个啊 机器名啊 计算机名啊 等等的一些信息综合起来 计算出一个值 计算这样一个值 OK 呃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在存储的时候 你看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用来 它用它来计算是吧 用它来计算 它要存储的位置是吧 嗯 哈希赛的或者哈希MAP里面 判断两个对象是否相等 判断两个对象 哈希Code是否相等 如果不相等 认为两个对象也不相等 结束 是吧 如果哈希Code是否相等 不相等 两个对象也不相等 如果相等 就判断两个对象的 Eco运算是否相等 如果不相等 认为两个对象不相等 如果相等 认为两个对象就相等 这就Eco判断 就是两个步骤 进行检查是吧 进行检查 所以有一道面试题是这样的 说这个 呃 两个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对象 有可能会有相同的哈希Code 对不对 不同的对象 哈希Code相同 对吧 嗯 这对 对吧 嗯 对你看啊 不同的对象有可能产生相同的哈希Code 因为哈希Code就有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嗯 因为哈希Code就整数这么大值 它有一个范围 是吧 这么多对象产生的值 有可能是相同的呀 是吗 对 它不是唯一的呀 有可能是相同 OK 是这样的意思 好 两个 这个相同的对象 一定会有相同的哈希Code 对不对 嗯 也是对的 没有吗 也是对的 相同的对象一定会有相同的哈希Code 如果你不能保证 相同的对象 有一样的哈希Code 那就是你的责任 是吧 嗯 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明白了吗 是 是 是这样一个意思 呃 怎么来判断是你的责任呢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看一个问题啊 哈希Code的问题 这个事情 你可能就不要去做 是吧 不要去做 呃 叫哈希Code 的一个Demo 注意 它我们说只用它存储到哪里去啊 存储到这个 呃 哈希表里面是吧 那就用哈希Side来去 来去存储 可以 可以吧 我用这个Cat 啊 Cat是 另一个什么 哈希 Side 这个Cat 好 Cat 是 里边 去添加 是吗 对 嗯 添加一个Cat 那我这里呢 就用一个Cat 你看啊 我拥一个C1 等于 我拥C1 的意思就是 等下拥好多猫 是吧 刚才是叫咪咪 是吧 咪咪 几岁了 咪咪2岁 OK 好 然后呢 是 这个 复制一个吧 C2 啊 C2呢 等于喵喵 是吧 喵喵三岁 好 现在我卡卡 往里添加 是吧 C1添加进去了 然后Cat 是什么 这个 再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C2 对吧 添加一个C2 好 两个对象卡卡 我们已经添加进去了 是吗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 啊 语句 然后在Cat里面 你看啊 这里面是会用到哈希表啊 用到哈希表 所以说必然它会 两个对象现在是可以添加进去吗 是不是可以 可以添加进去啊 嗯 可以添加进去 没问题是吧 Cat s.size 我们来打印一下 这个输出的结果呢 很正常 应该是2 对吧 嗯2 没问题好 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这里没有重写哈希 Code跟Eco 是吧 好 现在呢 如果你想重写一下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这次 怎么重写啊 s 是吗 s s 然后呢 重写一下哈希 Code 跟这个 哈希 Code跟Eco 是吗 哈希 Code跟Eco 好 重写完了以后 你看 你看 现在添加进去 没有没有你吧 没有 没有问题 我来去取值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取值 然后呢 这个是要 Cats 你看 这句话我把它挪到下面来 挪到下面 这句话呢 我要把它挪到挪 挪上一点啊 这个挪上一点 好 我现在要输出的是这个 Cats Cats 点get 他没有get 是吧 嗯 添加他要取的话呢 他只能是怎么样 怎么样去取啊 他是去便利的去取 是不是 比如他有删除的方法 对吧 删除的方法 我要删除C1 行不行 嗯 这对吧 删除C1 我这边呢 就 再输出一下 你看一下 结果对不对啊 这个删除成功 对吧 你看 对 两个删除一个剩一个 对吧 是不是对的 删除一个剩一个 好 现在已经剩一个了 好 在这呢 我就改了一下 C2的SiteA 就等于4 等于4 是吗 设置一下他的年龄 然后我再去 Cats.remove 这个C2 是吗 C2 我再去 us out 这个Cats.Size 你说C2删掉了吗 我只是改变了一下年龄 是吗 删掉了没有 没有 没有 嗯 嗯 果然是没有删掉 是吧 嗯 是不是删除失败啊 对 删除失败 为什么删除失败呢 这个时候 删除失败 你看 为什么是删除失败 因为你把A就改了 嗯 是吧 为什么A就改了呢 因为之前你计算出他的哈希寇的值的时候 之前C2的哈希寇的值等于多少 嗯 之前的哈希寇的值 C2的哈希寇的这个对16取是吧 对16取 现在呢 我们再计算哈希寇的值 设置为4以后 再计算哈希寇的值 我们呃 这个为了 表示 这 等一下看不出来这个数字是什么是吧 嗯 打个标记啊 打个标记 我们再运行一下 你看啊 再运行一下看 好 -13 然后这边是-10 多少 5 是吧 -15 哎 这个地方 你看 看出这个问题了没有 看出问题了吗 看出问题了 这两个计算是哈希寇的值不一样是吧 对啊 是不是啊 计算这哈希寇的值 怎么会不一样呢 你觉得呢 啊 因为你这个 年龄改了嘛 是吧 嗯 因为年龄的值改了啊 所以导致他这个 计算这个值 是不是在这地方不一样了吧 嗯 你看不管他的复数啊 肯定是正的啊 肯定是正的 OK 你看 计算这个哈希寇的时候 计算哈希寇的时候 计算哈希寇的时候 你拿这个NAME去计算的时候 你这A就是参与计算哈希寇的值了 那A就变了 你再取哈希寇的时候 是不是有问题啊 嗯嗯 就肯定有问题嘛 这都变成 开始2 现在变成4了 计算出来结果肯定是不对的嘛 对吧 跟以前不一样 这样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哈希表里面 就永远也找不到这个 C2了 知道吧 嗯 因为你用之前那哈希寇的存的时候 存的时候 存在那儿了 现在你找的时候就从另一个地方去找他 那能找到吗 他在这儿你从那去找他 是吧 他在东边的 你跑到西边去去去去去找那哥们 那能找找找找找找找 你肯定找不到 对啊找不到 是吧 你方向都错了 或者你这个位置都找错了 是吧 那肯定找不到了 明白了吧 好 如果找不到这个对象 那就叫什么呢 就这个对象没有被释放 你也无法去使用它 是吧 这个对象你本来以为是释放掉了 内存已经释放了 但是它还站着内存 是吧 还站着内存 如果这样的不可用的这个对象 我们就叫什么 内存泄漏了 我们就叫内存泄漏这个概念 安卓里面也有好多这个内存泄漏这个例子 知道吧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也会给大家去介绍 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内存泄漏 就是说 当 在这里来说 哈希表里面来说 就是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这个属性 如果它要发生变化的话 你就不要让它怎么样 参与计算哈希Code 就比如说我这一声称哈希Code的时候 我就不要让年龄这样的可变的东西去参与计算 拿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去参与计算 如果你要重写的话 比如说它的身份证号 或者ID号 可能是一创建出来 可能永远都不会变的 是吧 用这样的东西去 去 去 去这个这个参与哈希Code的一个一个运算 这样的话呢 就保证我这个对象 不管在什么时候调用哈希Code 他得到了这个 得到这个哈希Code都是一样的 是吗 对不对 得到哈希Code值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必须我们程序员必须要保证 必须要保证同一个对象不管什么时候调用哈希Code都必须返回相同的词 你明白吗 程序员必须要保证这一点 要保证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说相同的对象一定有相同的哈希Code 是吧 不相同的对象也可能有相同的哈希Code 是吧 嗯 那么 不相同的对象 这个这个不相同的对象一定有 不相同的对象 有可能有相同的哈希Code 是对的吧 不同的哈希Code一定是不同的两个对象 有点少 有点少 有点少了吧 你自己捋一下啊 不同的对象 两个不同的对象一定会有不同的哈希Code 不 不同的哈希Code不一样 这两个对象一定不是同一个对象 这么这么去说 是吧 所以同一个对象 你要保证它是同一个哈希Code的就完事 但是两个要相同 它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象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对象 是吧 所以他要去验证Echo 这样一个道理 好吧 这是这样一个判断的这样一个算法 这样一个算法 Collection是什么呢 Collection的话呢 它这里面是一个 我就在这里面写了 Collection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做 是一个工具类 注意啊 面试提问 这个Collection 与这个Collection是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如果回答错了 那就是被羞辱了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接口 集合接口的副接口 对吧 而这个Collection加S呢 就是一个工具类了 知道吧 这工具类 这个工具类里面提供什么呢 它可以提供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它可以提供我们的这个各种对集合操作的一些工具类 比如说它可以做bally search 就跟那个类似一样 知道吧 它可以呢 还可以进行这个构造出一个 他可以构造出一个list对象 也可以构造map 构造site 是吧 这种方式去构造 还可以进行这个集合之间的比较 是吧 集合之间的比较 它还可以构造出同步的list map site 就具有同步功能 而刚才说 我们说list跟map site都是不同步的 都是现成不安全的吗 你也可以通过它去构造现成安全的list map和site 就像一个工具类 好吧 大家要用到的话 直接在里面去查询就可以了 这个工具类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 好吧 大家自己去使用 自己去使用就可以了 OK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有了集合 我们就可以实现对象的一对多 或者是多对多的关系了 是不是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这个对象的一对一是吗 对 好 比如说要一对 对一般多对多呢 可能用的比较少 用的比较少 如果是一对 多的话 可能还是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 是不是 有一个人 人呢 每个人可能有好多本 你自己的书 是吗 人与书之间的这个 这样一个关系的话 我们怎么来定义呢 book 是吧 book里面呢 他也有这个 呃 名字是吧 嗯 也有这个名字 好那又表示这个 这本这个人 那就是一对多半 那这个人里面有好多书 怎么办呢 好多书怎么办 实际上你可以用宿主 是吧 定一个book book 宿主 可以吧 可以 现在有集合 你就更方便了 是吧 更方便了 你就直接用哈希 sit 或者是list 可以吧 嗯 或者list 然后呢 这个叫books 另一个哈希 sit 这个叫books 不就搞定了吗 是吧 嗯 ok 这样搞定 然后你给他写get set方法 这样的话 从post里面就可以拿到一个books books里面去卡卡卡添加book 就行了 ok 这个呢 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对象一对多 如果多对多怎么办呢 多对多可能要这个两边都有嘛 对吧 对 两边都有一本书 又可能属于很多个人 是吧 很多个人 那通常形容下这种写法 可能是比较少见 就是 多对多的话 通常会建立一个中间 一个对象 就再建一个类 来 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没关系 ok 这个可能在外部开发里面用的比较多 外部开发 在安卓里面可能用的就比较少 在一对多 你掌握就可以了 就这么表示一下就行了 嗯 表示一下 这边的话表示这个book属于谁 是吧 属于谁呢怎么写 就是定一个person呗 是吧 然后这边你就正好就是你的 你的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的get set方法就可以了 是吧 嗯 就是你的get set方法就ok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再写上这边的get and set方法 把book作为一个属性去操作就可以了 嗯 是不是 作为一个属性啊 只不过我这先new了一下 先new 你不new也行 不new的话你就 你就必须new一个进来再放出来 我这些先new的话就 我掉用的时候就不用new了 就直接掉book的add就行了 是不是 嗯 就是这样来就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 一对 多或者多对多 我这还画了几个卡通图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谁呀 这是我们亲爱的老师 是吧 拿着笔 拿直 多个老师 这有多个学生是吧 多个学生 ok 很多个学生 那就是一个老师对很多个学生 或者说是很多个学生对一个老师 那多对多就是多个老师对你多个学生 是吧 多个学生 这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用法 ok 好 我们 呃我们要讲内容就讲完了 是吧 但这里面再补充一个地方 在补充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hachiko的地方 呃 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还有两个数据结构叫 炸跟对列 也在我们这里可以进行实现的 炸跟对列是什么意思呢 嗯 我们来看 在list的这个实现里面啊 补充一点 list的这个这个 这个 接口里边我们看 有一个接口啊 有个接口叫做这个 这个 stack 有个工具啊 这是一个工具类啊 像来是 一个工具类 它是继承制vector 继承制vector 这表示呢 后进先出 后进先出 就是先进 后出相当意思是吧 嗯 叫lifo 简称 叫后进先出 的对象堆战 这是堆战啊 堆战 它是 如果用到这个类来进行操作 它的 这个是 怎么样进行操作的呢 嗯 比如说叫s 另一个 tack 是吧 嗯 这样来就进行这个操作 当然了 我们这里可能要 比如说放一个词词进来 可以吧 放一个词词 那我用这个堆战的去使用的话呢 它 我们就用这个的put 叫压战 是吧 嗯 压战这个选项 比如name放进去 这叫 压 战 压战入战的意思 战它是这样一种数据结构啊 它是 经常我们讲这个 内存的战 就是这个意思了 没有了吧 它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这样的 后面这个战的概念很重要 我们在安卓里面也是有用 是这样一个空的 入战是吧 咔一个对象 对吧 对象进来 趴 如果第一个对象就在战底 如果它上面没东西 那个显示就是它 再添加一个 咔在它上面压上 然后再添加压上 再添加压上 再添加压上 那你要取的话呢 只能从最后一个开始取 是吧 因为谈呢 叫谈战 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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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就是 第一个添加的就是最后才才能出来 也不然的话也压着是吧 压战或者叫呢 这叫什么 入战是吧 或者叫 入战 好 再push一个 比如说这个 小弱 好 现在我取直 往往来出战 怎么出呢 你看 pop pop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 往上走 移除 堆战顶部的对象 并作为此函数的值 返回该对象 是吧 还有一个叫peak 就是查看站顶的对象 但不从堆战中移除它 是这个意思吧 就这个就是出战了 看到一次 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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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对象 我们给它输出看一下啊 输出看一下这个 叫str吧 str 好 我们输出一下 你先看到的是 应该是 应该是小弱 是对的吧 嗯 因为小弱是最后放进去的 所以它就第一个出来 是吧 因为你在最上面 是吧 这是站的这种结构啊 站 属于结构就是先进 后出 或者说是后进先出 是吧 后进先出 这是这样一种结构 还有一种属于结构叫什么呢 叫对列 叫Q 这个东西 这对列的概念呢 也是有用的啊 也非常有用 对列是这样的 就是它就相反 就是先进先出 它是这样一个一个概念 先进先出 它也是有 有有这么几个用法 这样几个用法 那它具体的这个实现类的话呢 你看 已知的实现类叫link 你可以用link的去作为 link的就可以作为这个 这个这个Q的一个一个实现啊 就你可以把link 当作链表用 也可以把它当做什么 这个对列 这叫做什么 这边叫做 对站结构是吧 嗯 对站 OK OK 这叫对站 这叫我们现在这个叫对列 这两个都比较简单 对列的话就叫Q 是念Q 是吧 然后呢 你就另一个什么呢 link的 list 追 现在我用link的list 作为 作为对列来进行使用了 对吧 嗯 来进行使用 好我不管存什么对象啊 啊 存字母串 可以吧 Q点儿 你看 那你就不能掉那些方法了 你就也掉它对列里面的方法了 嗯 知道吧 掉对列里面相关的方法 你不能掉link里面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我这里面 啊 这个用用Q去声明呢 我不用link list 去声明 linklink里面有两套方法 就混了嘛 是不是啊 好那你就掉用Q里面的那些方法 里面这个方法 呃 他添加参数添加元素也是 插物对列也是用add 这是一样的 然后呢 也是这个叫 peak 还有就是移除 移除此对列的头 对列头就是pop 移除就是粗 粗对列是吧 嗯 对列实际上就是排队 排队是不是 你谁排前面 谁先就像食堂打饭 是吧 大家在学校里面 大大学上大学的时候 谁排前面谁先打饭 打完饭谁先走是吧 嗯 对 那么后排人在后面排的 一直往往 那个队伍就一直往往前走 嗯 这叫对列是吧 嗯 站住一样的 站是先进去的人就在里边 嗯 你要想出来 你必须得等 你后面的人都出去 你才能 走 你才能出去 要不然他们把你给挡住了 因为出口只有一个 是吧 出口只有一个 那对列呢 对列的这个画法 应该是就是像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吧 类似这样 这是中间一个通道是吧 是吧 嗯 就像一个通道一样 好 那么他的这个 画一个箭头 就这样 然后从这边进 这个对象就卡卡卡往后排 是吧 应该是这么来排的 排了走 然后这边出来就卡先走了 这边一个进口一个出口 这边就只有一个口 进出都是这个口 嗯 好 那么Q呢 你就通过添加这个对象吧 小若 然后呢 Q再添加了吗 添加太多了 这叫wins wins ok 然后你就出啊 叫做移除是吧 移除 对列啊 的头 怎么移除啊 点儿 这个叫pop 并且会返回 这个值 是吧 嗯 返回这个值 然后你看你输出 v 就是谁呀 应该还是 小若 对吧 最后一个吗 还是小的 因为小若先进了 小若先进去就得先出了 对 对吧 后进的后处 这是对列啊 再给大家补充两个 这个 一个 呃 数据结构的一个用法 好吧 ok 那我们这个list site idulator 这个整个套路 我们就给大家 呃 讲完了 嗯 讲完了 那么这里呢实际上用到了好多数据结构的东西 但是前面呢 我们做了一些铺垫 所以说你前面的 什么练表了二叉数都没问题 那到这儿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有问题 你说我听不懂 这儿 那不好意思 你回去是吧 出门左爪回去再看 看那个那个链表 看那个阿杀柱是吧 嗯 看那个动态柱 是吧 把那个地方搞明白了 啊 你再来去看这个 你可能更清晰更明白 是吧 对 这是有一个成上其下的概念 好吧 ok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嗯 好 那我们这章就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经典的一定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一章再见吧